這邊再展開來 展開之後有個Java Duck的路徑 編輯 請你把它瀏覽 找到哪裡呢 找到你的 Android SDK 裡面的 DUX DUX裡面的 Reference 按確定 就好了 就好了 這個方法其實跟那個Java Java剛開始有個DUX Java本身有個DUX 也是一樣要這樣設置 否則也是會秀不出來 好那其實這邊有個參考 我是根據這個參考而來的 我不是說我 從頭到尾把它背起來 我根本背不起來這麼多 我就利用它 去撰寫後面的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可以善用這個說明檔 善用這個說明檔 再來就是第3個按鈕部分 最後記得第4個步驟就是要點Show出來 所以這幾個步驟 三個嘛 Title Message 按鈕 Show 就好了 那底下Else也一樣 只是說呢 它的訊息不太一樣 多了一個動作什麼呢 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 必須要清空 有沒有 ET2裡面要set Test要把裡面的內容清空 就是主要差異性在這裡 其他都一樣 其他都一樣 OK OK 大概是這樣的 那網 你們在網路上也可以查一下 LN dialogue 寫法也有很多種 像我剛開始看到LN dialogue 我有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不是這樣寫 我改一次 網路上很多次這樣寫 New 一個Eland dialogue 之後呢 沒有分號 然後呢 沒有AD1 沒有AD1 點這邊有點 頭一定有點 就是頭一定有 頭一定有 然後沒有分號 這邊沒有分號 這邊也沒有分號 這邊也沒有AD1 這樣也可以啦 沒辦法 他不用New 也就是說 他不用New一個實體 他已經 預載了 他已經 預先設定好 所以他這種寫法 跟那個 Tost很像 Tost我們也沒有New啊 我們也沒有說 新增 再 Create了一個記憶體的 一個實體給他 為什麼 他已經預載了 所以 Tost跟 LN dialogue 兩個 都不需要去New 就可以拿來使用 那你如果要New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在New 像我剛剛 就是用下面這種方法 是用New的 上面的方法 上面的方法呢 是沒有再宣告一個 AD1 AD1實體給他 也是可以 也可以Run 所以兩個方法呢 你們都應該會看到 很多Sample檔 有上面的 有下面的 那就是說 兩種寫法 那 剛剛也跟很多老師討論說 寫程式 當然沒有一種方法啦 可能有一百種寫法 可是哪一種方法好 就看個人 好 因為我們這個考試 他有個規則 還是 就是說呢 下午的時間 當然 還蠻緊迫的 我是希望說 老師們 其實這也是個過程啦 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流程 看 順利跑完 那當然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裡的話呢 可能下午 也會 有 這樣的變化 那就看各位 如果你可以在 等一下的時間 把這邊 寄下來的話 那當然 大家考試 就會更順利一點 那這部分可能 佔的分數 大概頂多三分五分吧 看各位要不要拿這個分數 那等一下我會把 這個程式的碼一樣 放在空間裡面 變化二 變化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